10月15日 LCK的1号种子大乌龟横扫2号种子龙叉 成为率先拿到4强门票的队伍 面对同赛区的2号种子 大乌龟宛如一辆泥头车 轻描淡写的碾压了过去 三场比赛里DRX哪怕是优势局 经济最多也仅仅领先了大乌龟2000块 而在野河版本的野河对决里 Piosic面对Canyon完全失去了小组赛时的野区统治力 南枪打千绝 南枪打暴女 千绝打南枪 大乌龟给DRX实实在在的上了一个野河教学局 所以G2同样以3比0横扫了GNG 这也代表着保送决赛的我们对手 只能从欧韩大战的胜者中二选一了 乐观家族欧洲分布G2 毕竟是我们LPL的5号种子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作为欧洲老牌豪强 他们的打法风格大家再熟悉不过了 反倒是LCK最后的希望大乌龟 夏天才完成蛻变军领LCK的他们 至今还没有被对手逼到过死角 很多人知道大乌龟很强 但到底哪儿强 为什么强 这些依旧是许多LPL观众的知识盲区 有人说大乌龟各项权能堪称无敌内定冠军 也有人说大乌龟不过是内战幻神LCK的纸老虎 那么他们到底是靠什么 一军突起 制霸LCK的呢 今天我袁某人就作为乌龟学家 跟大家深入剖析这个LCK的一号种子 看看这个大乌龟到底是何方神圣 由于视频内容很长 逻辑也需要层层递进 建议大家先点个收藏 以便大家反复观看 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第一个课题 这个大乌龟它强吗 在LCK的夏季赛 大乌龟常规赛16胜2辅 唯一的两败分别是1比2 输给了龙叉与GNG 而世界赛上他们也仅输了金斗一场 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失败局里 大乌龟全部是红色方 而大家从8强比赛中就可以看到 几乎所有的队伍在失败后 都会选择蓝色方 所以无疑这个版本蓝色方是有BP优势的 而大乌龟从夏季赛蜕变以来 截止8强战结束 却依旧维持着蓝色方100%胜率的不败金身 好取25小局的连胜 这意味着他们还没有碰到 在BP优势下能赢他们的队伍 而大乌龟最强最让人忌惮的 就是他们的滚雪球能力与终结比赛能力 大乌龟这个队伍在LCK的15分钟经济差 能够达到接近3000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就是加点钱就领先一把无尽了 哪怕是有和谐团这样优良传统的LPL 我们大部分队伍的15分钟经济差 也就维持在几百而已 这足以证明大乌龟这个队伍 最起码在LCK这个水平的联赛里 他们在对线期的处理 高其他队伍两个档次 而在场均经济领先上 大乌龟更是达到了恐怖的一万 同时大乌龟的场均时长 仅28分19秒 比第二名的GNG的30分58秒 足足少了两分多钟 这比我们LPL赛区结束游戏 最快的IG与V5都要快两分钟 可见在LCK莎士比亚 运营风格盛行的风气下 大乌龟与众不同 他们终结比赛的能力 是绝对冠决LCK的 在世界赛上 大乌龟的场均时长 来到了30分46秒 但也依旧是四强队伍里 结束比赛最快的 这三个数据结合比赛来看 就能得出大乌龟的轮廓 在对线期 大乌龟就能迅速地滚起雪球 而且不但能滚 还滚得很快 他们在优势后的进攻 让对手难以招架 同时终结比赛的能力极强 可谓是趁你病 咬你命 快很准 不但指的是某种运动 还指的是大乌龟的进攻节奏 比起我们LPL这种 不断地通过龙团厮杀 点到技职的打架风格 大乌龟属于上局就一套组合拳 直接把你头给干碎 手都还不了的那种 他们善于打架 也会打架 但并非莽夫 他们的防守与运营实力 也不容小觑 整个世界赛截止目前 大乌龟场均被推塔 仅2.4座 比第二名的苏宁还少一座 而在LCK赛区 他们的场均被推塔数 更恐怖 仅1.8座 而小龙控制率上 他们高达恐怖的75.6% 大龙控制率更是高达90% 这些中立资源的数据 足简大乌龟的强大 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操作怪选手 Showmaker Nagre 堪勇组成的上中野 在个人实力上都是世界顶尖级别 但强大 从来都不意味着无敌 那么进入今天的第二个主题 大乌龟为什么那么强 在开始前 得先抛出一个疑问给大家 就是这个版本 野荷到底需要什么样程度的支援 才是合适的 是三线都给打野当狗呢 还是两条线即可 还是一条线都不给 让打野自己玩 思考这个问题 是揭开大乌龟的进攻核心 堪勇强大秘密的关键 大乌龟的打野堪勇 是目前所有打野里表现的最有进攻性的 以场均21%的经济战比 打出了场均22.9%的输出战比 仅次于selfmade 足见堪勇在队内的输出地位 而在分军输出上 堪勇更是以475 遥遥领先于其他打野选手 除该Softon能相提并论外 其他的打野在输出端 跟他俩都不在一个层次 与Softon的打野风格不同 首富是肤前木范当面拉屎 让敌人无可奈何 而堪勇则是神出鬼没 神头鬼脸让敌人手足无措 就拿打PSG这场小组赛来说 Showmaker变storymaker 前期对线直接被单杀 间接导致了野区的平衡被打破 中野前期都正忙 同时对方空下第一条瞎虎的情况下 堪勇的南枪依旧比两人头在手的千诀 率先到9级 这就证明了对方打野拿到优势后 很难抓到他行中 大家知道啊 这个版本的运营空间很小 龙魂的存在让单代的空间被压缩 一旦阵容正面团不好打 那么前期一旦劣势 很容易被对方依托龙魂来击碎 我们LPL的四支队伍也都在小组赛 因为这个原因输给了弱队 苏宁输给TSM 京东输给PSG Tobo输给Fly 老干爹输 输的太多数不清了 所以说这个版本啊 只要前期打得好 中期运营不用了 被滚雪球 所以大乌龟才有中期不断抓机会的底气 而且值得警惕的是 从下季赛大乌龟崛起到世界赛 截止目前 只有GNG在早期从大乌龟手中拿到过一次龙魂 之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对手 能从大乌龟手中控下龙魂 哪怕是小组赛大乌龟输给了京东 但那场的龙魂也依旧被大乌龟握在手中 逐渐在野区规划和平衡收益上堪用的能力 不但如此 当前版本的四大野核 暴女男枪千绝莉莉亚 她每一个都能玩都会玩 比起Selfmade不玩暴女 Carsa不玩千绝莉莉亚 拥有深厚英雄池的Kanion 很难在BP端被针对 毕竟英雄池是一切的基础 这也是许多队伍无法直接从Kanion上开刀的原因 我们通过Kanion的前15分钟 击杀助攻热点图 可以很直观的发现 在对线期 无论是蓝色方还是红色方 Kanion主动出击到线上找机会的次数是有限的 意味着 他不会牺牲自己的野区节奏来帮助队友 而是反过来 队友为他保驾护航 大部分情况下 Kanion做事基本围绕着野区来进行争夺 据线上 基本就是 月塔有人头拿食 吃口肉 称他一句打野对吧 并不过分 与Kanion的表现差异最大的就是Karsa了 作为另一种对吧 Karsa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帮助线上 就算是野区打架 也是调动队友进行的小龙或者峡谷先锋团 而且从热点图也能看出 Karsa在前期做事的效率和频率远比Kanion多 堪称劳模打野 但问题来了 Kanion前期做事频率不高 那大乌龟凭什么能在世界赛拿到前15分钟 1400的经济领先 仅次于打野疯狂做事的涛博呢 来自于两点 反野与峡谷先锋 大乌龟在本次世界赛拿到了33.3%的 峡谷先锋控制率 但峡谷不是你想控 想控就能控 刷本已经是非常会控资源的打野了 但苏宁也仅仅拿到了40.2%的峡谷先锋控制率 前期打野装备没起来 刷野效率不够的时候 打野又要刷自己的野区又要反野 还要控峡谷控小龙 时间是有限的 那么对于打野的时间管理就很苛刻 但Kanion总是又能反野又能控峡谷 那么这里稍微停一下 来回头思考野河版本 当前野河的比拼 被细分为两个类型 野河与非野河 野河刷得快 但抓人能力有限 主要是控资源与反野在中期发育成型 然后成为一个输出核心 而对应呢则是非野河 比如虾子 酒桶 此类节奏性打野 通过干个线上来为权队做贡献 再利用线上的影响力来控中立资源 后期更多的是担当一个控制工具人 如果节奏很好 其实也能成为一个输出点 但前提是你的野区不能被野河反滥 因为S10已经彻底将野区经验追赶机制删除 游戏时间越久 刷野效率导致的野区差距就会越大 这怎么玩游戏啊 不会更新就不要更新 学别人更新 所以非野河必须在野河成型前将资源控住 但尴尬的是 这个版本中立资源刷得又快又早 5分钟第一条小龙 8分钟第一条峡谷 同时前20分钟能有两条峡谷 对线期很容易被峡谷前锋早早结束 进入小规模的抱团时期 也就是说 这个版本留给非野河抓野的时间其实特别短 而野区资源丰富的像个自助餐餐厅似的 你瞎子倒六抓一波上 可能代价是一条龙加下班区三足野 不爱带下路吃不了兵 那这谁顶得住啊 所以八强加小组赛 盲僧的胜率不到30% 已经两胜五负 胜场全是KASA的寝神盲僧拿下的 纯节奏类打野在这个版本还是有些极端的 所以欧美赛区这种不喜欢刷以控野的赛区 就会用一些人马啊寡妇啊 此类能带节奏又算是个野河的选拳 但毕竟玩这种绝活的打野还是少数 这种打野选拳很吃线上 你线上要持续的给我创造机会 我通过GANK养活自己的同时也帮助队友 那这种就属于欧美那边的野区理解了 而大乌龟作为LCK的赛区领军人 他们摸到了最贴合版本的 韩式野河养成思路 什么是韩式野河啊 就是前期不依赖对抗 仅仅通过运营和战术设计 就能把打野养肥的思路 这种就是韩式野河 韩式野河养成的核心在于 这个版本打野很容易被抓到动向 因为你没有管法绝食 过去打野可以先抓线上帮助队友 然后再回头发育跟上 但这个版本野区刷新快 但是单体的经验减少 导致打野前期抓两波帮了队友 但自己的野区要是被反烂的话 那么就是野区四级打六级 就等于直接掉线了 而且打野一劣势啊 等级低 惩戒拼不过 你中立资源就是控不住 所以每一个打野 无论是不是野河 都必须保证自己的发育为前提 才会去抓人 G 刷野路径规划 不会刷野和反野的打野 可在这个版本就是天然崩 等于开局少一个人 这个版本抓线上帮队友 只能是靠把本应该反野的时间 匀出来 而Canon与大乌龟就是沿着这个思路 将队伍的优势发挥出来 由于这个版本的打野 必须要规划好野区路线 所以一旦你能确认对方打野的刷野路线 就能更容易的预判对方的下一步行动 进而判断对方打野所在的半区 而一旦能判断对方打野所在的半区 他线上的选手除非被虐他 否则也不容易被干 同时打野又能觊觎线权 俱凡对方的野与中立资源 比如我在你下半区野区放了个入侵野 此时野怪刷新了 敌方打野区还没来 那么他要么在上半区 要么就在家 这就意味着我能无压力的 施下这条小龙 线权能够帮助打野 有更多的机会 去对方的野区给视野压力 这样线上加野区的双重压力 就会让对方的打野寸步难行 而一旦对方打野发育不顺 那么在这个零和博弈的野荷版本 烈士一方的野荷就等于是废物 这个版本的峡谷先锋又是被虚弱过的 龙与峡谷先锋 都是可以靠着打野单独搜留掉的存在 而这个版本的前15分钟 哪怕偏用不抓人 也有起码两条小龙 与一条峡谷先锋的中立资源 供大乌龟来运你 不抓人不打反只运你 诶 这不就是LCK最喜欢的东西了吗 所以在思路上 其实大乌龟与DRX没有本质区别 但执行上 才是大乌龟从其他打野荷为主的队伍拉开差距的根本 首先是限曲 大乌龟这个队伍的上中 Nagri与Showmaker都是大家的老朋友 Nagri虽然被戏称为牛师兄 但实际上他已经从过去敢抓敢死的偷钱男孩 变成了能本能C的爵士上单 分军输出490排在兵和多兰的后面 但对比英雄池啊 阿兵虽然输出高达580 成绩非常理想 但兵使用了大量向船长刀妹此类的DPS上单 而多兰更是倚仗着MeshBP帮他铺路拿了许多奎英杰斯吸血鬼此类的Counterweight英雄 而Nagri则是大量使用奥恩露入这种偏攻巨人的上单 唯一的DPS选角只有凯南 三场分别打出了31% 29%与26%的团战输出战略 而足见Nagri的carry能力 在下季赛 Nagri的杰斯青钢影鳄鱼表现皆为不俗 可以说牛宝的对线打团能力是串联整个大乌龟的根本 而Showmaker作为官方评选世界第三的中单LCK夏季赛常规赛NVP 他自然也有点东西 他砍下目前最高的8.5个KDA 在其他数据比较普通 比起Cabs 西叶这种一个人扛着队伍的中单不同 Showmaker在世界赛选择了推线来为队伍做贡献 在队伍被搬最多的英雄里 他的卢仙 阿卡丽 还有卡牌的榜上有名 足见Showmaker在BP端承担了压力 Showmaker与Nagri强大的队线 保证了上半区堪勇能够有足够的底气去入侵与控峡谷 而下路则有英雄池极为广阔的Ghost与星星辅助Burial 鬼皇我想大家都知道 他是对内相对薄弱的一环 他虽然carry能力有限 但足够深的英雄池 让他总能拿到推线去 我虽然压不了你 但我只要推线就行了呀 在LCK的下决和世界赛小组赛 他都有使用卡丽斯塔的利益 有趣的是 大乌龟选卡丽斯塔 并不会寄希望与鬼皇来压制对方下路 而是通过下路推线来解放辅助Burial 辅助Burial年纪不大 但对游走的秀举还是很敏锐的 他绝合潘森的LCK有高达90%的胜率 也是所有队伍面对大乌龟都必须要考虑的点 因为放出潘森意味着潘森前期的月塔游走 推线这些属性会极大的帮助堪勇在反野里建立优势 上半区本身就不太好跟大乌龟争 那下半区再放个潘森 那就相当于下半区也不好争了 此时拿到限权优势的大乌龟就会用他们独特的视野运营将雪球滚起来 第二步就是Canon的视野战 过去大部分打野都会出门放置防守眼 然后回家立马换上扫描 这样既可以保护自家的野区也能够通过扫描给予现场压力 在我们下决京东打淘宝的无偿比赛里 Karsa与Kanami都选择了这种出门放眼然后换扫描的操作 可以说在10.16版本里这样的打野开局属于标配 但在世界赛开赛以后大量的野核选手开始选择不换扫描 而是在第二次回家甚至第三次回家才将视频眼换成扫描 其中Canon就是这种思路的佼佼者 如果说扫粉是世界赛上对于扫描运用最好的打野 那么Canon则是最会利用视频眼进攻的人 一般来说野区第一回合交锋会在打完双核蟹后结束 因为此时大部分打野都会刷完自己家的第一轮所有野怪 没有野怪刷自然要回程补给 而此时恰好是4分钟左右 第二个视频眼会赚好 此时Canon就会通过对方打野的刷刀术与打野英雄 来判断对方的第二轮野怪刷新的半区 然后再带着第二个视频眼去入侵 通过第二个视频眼来抓对方打野的刷野路线 对方哪怕刚补给也很少会将真眼或者扫描在自家眼区直接用的 尤其是本身出门就在扫描的打野很难知道自家什么时候被Canon入侵放眼 这样敌方打野从第二次出门开始就很容易被抓到动向 知道对方野怪的刷新又抓到对方打野动向的话 那么反野自然是很轻松的事情了 第二步就轮到线上来加速Canon的野区优势了 在S10TP的CD随着等级而发生变化 这个改动导致了所有上单很少会像过去那样早期直接TP帮助队友了 这个改动与团队击杀收益减少 被我称为射击师砍断方class腾飞双翼的两刀 所以上路的第一个TP几乎都会交给线上来保证自家发育 而且从5分钟开始第一条小龙就会刷青了 也就是说你如果在5分钟时路头上路抓人 那么对方打野只要在下半区就大概率会开拢 所以Nagri会用自己对于上路的对线统治力 以自己做诱饵来帮助Canon继续找对方打野 只要他推线拿到线权 他会将自己的眼位放到敌方的野区主动去抓对方的位置 而不是防干卡 你抓我那我打野恐龙 你不抓我我还主动去抓你位置 而下路Burial也会在这个时间节点前后开始流走 布置视野 上辅在早期配合打野进行眼位布置来抓对方打野的位置 我称之为二鬼把门 所以别的队伍打野靠自己去抓对面的位置 最多叫上中路 而大乌龟则是上下两路都化身寒冰射手 人均Canon的左膀右臂疯狂给Canon做野 只要Canon不喊停上下野区我都行 而中路Showmaker的作用则是防守 Showmaker的眼位会偏保守 确保对方打野无法在被入侵后来换野区止损 可以说大乌龟的所有进攻目标都是对方打野位 先把你的野盒打飞 再把我的野盒养飞 所以你能看到当Canon在入侵上半区时 下路的鬼皇甚至会牺牲对线来配合Showmaker手Canon的野区 这就是大乌龟的韩式野盒运营思路 利用线上来帮助野盒加速野区的优势 所以我们回到开头我提的问题 就是野盒到底需要多少路支援才合适呢 大乌龟的答案是保抵两路 所以大乌龟的进攻是非常早的 从第一轮刷完野区后便开始发力进攻对方的打野 而后上下两路在第一轮回家补给后就会接力 而从这个时间开始 一旦对方打野在防守上做的不够好 那么抓到优势的大乌龟便会从5分钟开始就滚野区的雪球 同时大乌龟对于控峡谷先锋非常敏感 很多时候一刷新马上就打 因为在S10版本更新有一个细微改动 就是下路双线的经验被砍 所以在下半区最起码得8分30秒吃完线才能到达6级 而自家打野一旦野区优势肯定是能8分钟6级的 所以只要打得早没6的下路来也没用 只要有深路的视野能够确认对方的打野不会第一时间来骚扰 大乌龟总能控下峡谷先锋 而且大乌龟的对线水平又极强 尤其是上路牛宝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上路牛宝打开局面 Kan勇把对方打野反乱 峡谷一放一雪渡成一拿 对方上野瞬间就崩盘了 而此时无论对方是中路河还是下路ADC 都不可能成型的 从Kan勇的打野位置热点分布图也能看出 无论是蓝方还是红方 Kan勇都极其喜欢入侵对方的野区 甚至连三郎这种很深入的野他都敢反 这就是因为上路与下路能够给他事业上的支持 让他有足够的信息去进行野区判断 在有事业加经济这种优势的情况下 通过野区优势逼龙团就自然能够扩大优势 在这点上 大乌龟与我们奥表终结比赛的思路并没有区别 大乌龟对于团战的主动性远比其他LCK队伍要强 因为很多LCK是以线为主 很多线上选手为了饱发域就放资源去带线了 但大乌龟是一直以野为主的队伍 那么在野区资源争夺上自然会更加主动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把大乌龟认为是一只L表封割队伍的原因 但大乌龟并没有脱离LCK的范畴 本质上他们还是一只运营队 只是他们运营的点是很隐蔽的野区交锋上罢了 他们的打法核心思路就是 两条线帮助自家野盒建立优势 同时在版本的加持下 先将对方野盒打上废物 再利用打野的优势去解放中或者上 这样中期在龙魂团使 野区的优势就能通过团战变为龙魂优势了 所以大乌龟的对手哪怕在前期拿到优势 哎呀抓一波Nagria 哎呀杀一波Showmaker 但这种其实都不会影响到大乌龟起节奏 因为你针对大乌龟的线上 都不会对大乌龟的进攻核心 Canon的野区资源置换造成太大的影响 而你想要针对Canon也没有那么容易 目前Canon场军死亡1.1次 是所有选手里场军死亡最少的 他前15分钟的补刀差高达11刀 比反野机器Soften还高 拿到了552Canon肥的局 大乌龟就很难断节奏 而Canon发育能力强 出开队友帮的铺路 自己也很会反野外 还与他对峡谷先锋的使用有关 与KASA这种共富贵式的共资源不同 Canon拿到峡谷会尽快的找机会放 然后吃肚子 迅速的转化为荆棘 而且Canon是不会把钱给下路的 本次世界赛 他拿到第一头峡谷先锋 要么撞中 要么撞上 让荆棘给鬼皇 不存在了 所以面对大乌龟的上府 二哥把门双视野包夹 很多队伍就会选择直接按掉辅助攀森 其实这种韩式野核的养成思路 跟DRX面对韬伯第二轮 所使用的千诀体系运营 都是同一个逻辑 只是把养千诀 变成了任意一种野核罢了 但比起DRX 大乌龟在帮助打野上 尤其是在视野上 做得更好更深入 而且线上也同样是大乌龟更强 所以面对各方面 都比自家大一号的大乌龟 DRX就完全没有机会 与其说是打野差距 不如说是线上差距导致的打野差距 大乌龟的进攻 属于先压制对方打野 然后压制上单 最终通过团战碾压对方 这样的打法自然游戏结束的很快 因为上路和野区崩了 这个版本就是没有环境给他们补发育的 属于越打越穷 这就是大乌龟比赛时长 能比我们LPL还短的原因 很多队伍也都在学习 和使用这种韩式野核的思路 比如说京东 DRX 还有Fanatic 我个人认为 理论上说 这种韩式野核只要执行到位 那么就是无敌的 因为这套打法是阳谋打法 阳谋意味着 在队伍实力相近的时候 你只能靠BP来拆解 这时就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个环节了 就是韩式野核的缺陷 这时会有女朋友 长得像星源结义的观众发问了 哎呀 那DRX不是输给TOP了吗 你这个寒杂就他妈会无脑吹 这种打法根本不是无敌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 为什么是理论上 DRX打TOP了这场 虽然是DRX拿到了最擅长的体系与阵容 但这并非韩式野色的完美发挥 因为TOP前期三线都推不过 KASA在三线猎 丢双和线 野区不断被入侵的情况下 发育仅仅是小猎 同时还配合下路空下了第一条小龙 丢了第一条龙 直接导致了DRX的进攻节奏被延缓了5分钟 所以DRX看似已经完美的执行了千决体系 但他们没有打碰雷大哥 虽然千决很肥 但他们却付出了线上的打团作为前期献权的代价 最终淘博通过一波团战 直接就逆转了比赛 那么问题就来了 韩式野和虽然理论上无解 但在比赛中还是会受到发挥的影响的 你不可能总能抢到献权 同时你也不能保证你的眼闻一定能抓到对手 为了养野和而在BP上的牺牲 就是要付出代价 最典型的就是京东 京东算是LPL最早开始使用野和的队伍 但拿下春冠后 随着越来越多的队伍开始打野和 会发现Kanavi的发挥反而越来越不稳定 春季赛京东是一支中后期队 前期防守中期发力 但从夏季赛开始 为了帮助野和Kanavi前期就获得优势 他们的阵容就越选越极端 过去15分钟才开始抱团发力的他们 现在1分50秒已经可以考虑点投降了 过去Kanavi是野和打非野和 所以Kanavi不需要着急 前期刷就行了 而现在大家都是野和 那么自带的英雄压制就没有了 所以这次世界赛 受这种韩式野和思路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队伍选择了一级团 来帮助野区提前启示 因为有些阵容虽然拿不到线权 但一级团却很强 这也是本次世界赛 大家能看到大量的一级团的原因 前期滚起也去雪球 随后利用线权直接控资源到中期 然后一波团战结束游戏 大家都知道 这样最好赢 反而就最难执行了呀 而且最恐怖的事情是 输了比赛 他们是不会把问题归咎到打法上 而是会归咎到执行 因为理论上 你完全没有失误 完全上帝视角玩的话 你就是有机会赢的 但这种一旦失误变全盘接触的打法 本身就不会适合所有队伍 反而还会影响到 本身队伍擅长的东西 所以说回大乌龟 大乌龟无疑是目前 所有队伍里对于韩式野和体系 使用最熟练 硬实力也最强的对手 实力足够强 英雄池足够深 让他们在抢线权上会更加的容易 但他们依旧有命门 那就是团战啊 在世界赛唯一输的一局里 就是大乌龟一个前期进攻的阵容 反而前期团不过京东 虽然团战偶有胜负 但约到后 自然还是京东阵容占优 所以无论你再会运营 这个版本终究还是回馈团战的 区别只是一波团 还是很多波而已 你不通过一波团 把野区优势转化为团队优势 那都是白搭 而说的团战 同时大家可以看到 LCK里大乌龟失败的局 总共就两种情况 前期进攻压力大的阵容 前期进攻没打出来 与后期团战的阵容 前期打也被干碎 也就是说 大乌龟一旦他们喜欢的 前期运营节奏起不来 那么大乌龟就没那么可怕 打一个本质式运营的队伍 自然还是要破解他们的运营节奏 所以打大乌龟总结三点 第一 BP和发挥 不要让他们太轻易的获得前期的献权 尤其是上路和下路 否则野区的防守压力会很大 第二针对野区 许多队伍打大乌龟 都会针对Nagre或者鬼皇 但其实用处很小 因为只要堪勇的节奏不断 那么大乌龟的节奏就不会断 只有针对堪勇 或者跟打野绑定的中路Showmaker 才能打断大乌龟的进攻节奏 第三 视野 这个东西属于临场发挥的博弈了 比如看到堪勇在视频眼 就要考虑到自家是否有堪勇的野 要确保自家的野区视野 不要被渗透的太严重 一旦野区被大乌龟当公共厕所 那么节奏就很难抢回来了 其实注意的是 当大乌龟在红色方时 对于小龙视野的布置 他们非常喜欢在小龙坑上 这个地方布置视野 因为这个野不会被 两个靠近龙的草丛针眼所影响 同时很多时候对手 都会从F6开始扫描去打龙团 就很容易忽略掉这个野位 这个野在小组赛很少有队伍会注意到 但在八强赛开始 大家基本就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野位了 这也证明了队伍都是会有进步的 谁是进步更快的一方 谁才能走到最后 除了这些问题外 大乌龟自然还有一些隐性问题 比如大乌龟崛起至今 他们几乎没有遇到过硬仗 也就是说没怎么挨揍过 一旦进攻被破解 能否心态扛住就是一个关键了 所谓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大乌龟今年走得太顺了 LCK整体的强度不够 很容易给大乌龟错觉 这让他们一旦遭受打击进攻受挫 能否调整就是他们要面临的第一个大难题 其次是下路鬼皇 由于个人实力有限 所以在这个ADCP功能的情况下 他会显得游人有余 但射手不够carry的队伍 在后期的能力上 我们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再者是中路showmaker 从小组赛以来 showmaker并没有体现出太强的统治力 甚至有点混 而面对八强里 发挥堪称经验的中单caps showmaker能否分庭抗礼就很关键了 因为大乌龟这个运营逻辑里 showmaker是需要在前中期 出来承担操作责任的选手 而一旦他操作不够caps 那么大乌龟很容易被G2乱拳打晕 而且前面说了 大乌龟今年就没怎么打硬仗 一旦showmaker被caps压制 后果很有可能不堪设想 何况在如何帮助野荷这个东西 其实版本最右键依旧还没有出现 最极端的打击人是京东 三线都会打野铺路 而一旦zoom或者绿毛出问题时 你就能发现kanavi根本没有办法带节奏 所以三线为打野铺路 肯定是错误解 但比起大乌龟的两线帮的做法 苏宁的soften只需要中路一条线做圆户 更多的是靠线上的临场发挥 基于不停改变的上下线权来抓机会 那其实效果也不错 而同样只吃中路这一条线圆户的 fanatic的selfmade 面对强敌涛博也打出了不错的效果 只是中路酸黄一出问题 他也马上变成了无头苍蝇 所以一条线为圆户的野荷 也可能是最终的版本答案 而涛博与G2对野荷的答案都是 线上不考虑支援野区 甚至不需要野荷获得优势 别人都是线帮野 而这两队则是野帮线 看表现也很难去说这是错的 毕竟你看卡尔法 真抓起人来的时候 那依旧是相当恐怖 所以哪种野荷才是版本的最优解 只能等待选手的发挥 而我个人并不认为这种 韩式野荷养成的运营模式是对的 毕竟过多的运营成分 还是会影响到选手的临场创造力 而这种临场创造力 才是区分强队冠军的指标 但要记住 没有完美的打法 只有完美的发挥 队伍再强 发挥差了一样会输 队伍硬实力再不济 但发挥比对面好 也一样有机会拿下比赛 说实话 我心里是希望大乌龟走到决赛的 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们LPL虽然两度登顶世界之巅 但我们还没有在决赛舞台上击败韩国人 而这次无论是全华班韬伯还是苏铭 如果他们能够击败韩国人登顶世界 对我来说绝对算是一个大圆满 主题曲Takeover 意味着是时候走进新时代了呀 当然如果决赛的舞台之后面对的是G2 那就更好了 毕竟我们LPL确实风格上还是打G2更好打一点 希望四强的各队能够为我们奉献精彩的比赛吧 很感谢大家能够看到这里 这期其实制作周期相当久 虽然大乌龟这个队伍是世界赛开打前 就已经开始研究和准备素材了 但因为工作量很大 我一直纠结是否要专门做一期视频 但分组完后作为我们的头号大敌 我感觉还是得整一期 本来是想在八强前就做完的 但眼睛又生病了 不能长时间看电脑 所以又隔了一段时间 反正这期无论是文案还是视频 都花了我和四某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全闻一万多次 算是我最近工作量最大的一期了 所以兄弟们求个三连吧 真的这种分析视频是没有办法做得很快的 咕咕咕并非我本意啊 等我眼睛好了之后 之前欠的更新我会一并奉还的 那么我是袁某人 下次再见 拜拜